Hello 各位观众, 大家好 今天就来讲下天堂儿革命 今次就算是讲下转积的任务 和每日任务的细节 即是有些秘技和技巧 我想讲给大家听 首先呢, 这里我做转积 我现在转这个银月游盒 TOP2, 如果你说 排行榜来说, OK 这只公来说, 这个是八公 八公, OK的 首先我讲一讲有什么技巧 第一个呢, 这个是忍耐的证明 这个是打50个怪 这个就是随便打 あと可以自己打到 这个不用说 第二个呢, 就是每日副本 要打, 要打这个简单的难道 这个其实如果你已经打了 即是你今天打了的话 自动就已经完成了任务 那你就这样拿奖励, OK 如果你还没打, 打完它 我试过, 打了之后也是可以拿到的 第三个, 大佬, 有没有装转 第三个就是飞弹箭, 这个其实是拿5个C级装备 这个其实我先说一下, 这个是直接说的 这个之前不知道你背包有没有送, 即是伸手任务 主线任务会送你一些C级装备抽奖箱 如果你说想怎样拿到这个C级装备 其实第一种方法就是装备箱, 第二种方法就是精英扶盘 我建议就是打1楼, 我不知道2楼 这些其他会不会出C级装备, 但是打1楼, 通常都是出C级装备 基本上你半个钟来说, 是可以出几十件的 几十件, 基本上打5只怪, 就有一只会跌C级装备 当然啦, 你也可以是野外狩猎的, 这些野外, 这里都可以打的 这里都可以打的, 不过就慢一点 第四个就是决斗, 决斗不用说了, 慢人的认同 决斗, 那就有竞技场啦, 不用想啦, 其实都是打电脑 第五个就是这个, 一万金币 一万金币又是这样, 背包之前呢, 新手任务 主线又会送些金币的箱给你, 我都有的, 这里有很多 如果说你又开, 你又说你自己开了, 怎么办呢 就是去奥曼之塔打, 奥曼之塔 有两种方法, 一是主线有没有得到的金币箱 前箱, 一是去奥曼之塔打这些 这样的陈属, 就会送这些, 你见到啦, 完成奖励, 右边这里 有些这样的前箱, 很多, 很多层都有的, 基本上每三层 有一层是, 有一层是前箱, 有很多前箱 有些就是C级的, 你见到啦, 这些, 刚才见到C级的装备 都可以在奥曼之塔打到的 好了, 跟着下来, 其实没什么好说, 即是强化, 第六这个突破 突破极限是强化装备, 这个不用说啦, 总之你之前就不要强化, 留下今次转织才强化 第七就是打Boss, 打Boss这个应该都很简单的 对啦, 如果你是30厘的话, 其实你都很 我刚才见到两下, 已经杀死了一只Boss, 那好吧 算了吧, 就这样算了吧, 银月, 一定是不用说 银月, 因为银月就, 不是, 带地行者就不是说不好 但是就, 首先其实, 八, 即是, 精灵来说是 是攻速快, 是攻速快, 其实对于这个刀仔都好 通常如果你说精灵, 玩刀仔是讲攻速的 如果你玩黑暗精灵, 玩这个刀仔是讲爆击率和攻击的 但当然都攻速快, 通常你玩刀仔, 它的技能是交攻速的 所以, 通常你都是说, 功速很快, 但是就要精灵来说 不是要精灵, 是精灵来说, 是不错的, 即是它说的 那我们转到右盒, 一定是, 其实, 你知道 现在, 首先它是 Top 2 我自己觉得它是, 抢怪是可以的, 即是你现在呢 OK, 有些奖励, 我现在讲一讲先 我们讲一讲这个每日的任务, 这个很重要 我自己觉得, 首先你知道 现在玩RPG Game, Online Game, 功手是有个远攻的 有远攻的优势, 是的 每日任务, 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 每日任务 那些我试过, 那些其实我很推荐 是, 做一把弓来玩, 即是如果你 我记得, 虽然是没有技能装的, 即是如果你是玩战士 你是玩那些坦, 你装的弓是 没有技能的, 但如果你是 打那些,即是, 就算和 那些弓那些, 怪物, 你用弓的话, 其实很快 就搞定, 但因为如果你用刀仔 你经常用砍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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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经常用砍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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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砍 如果你抽到一把弓, 你先不要买它 你不要买它, 你有用的 所以如果我建议有些法师 有些法师, 其实可不可以用远弓 法师应该不算, 因为法师 本身都是远弓 如果你是战士或者坦 你抽到一把不错的弓 其实是有用的, 那么不要买它 这个是我自己个人的感觉 远弓在这个游戏 是有优势的, 还有PVP 你以后会发现, 远弓 其实就算战力低一点 都够近战打的 远弓来说是厉害的 对于优势来说是不错的 但你小心, 就是很小血的 很薄皮的 这个我是自己个人推荐的 技巧, 弓的留低 还有这个每日任务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下面有写着 6分钟后自动完成 43分钟之后完成 首先呢, 如果你入到游戏 通常你早上在试坦安市的时候 有什么要做呢 我就建议你摘了这些每日任务先 通常你洗到, 我就建议你洗到这个 S级或者R级, A级就勉强了 怎样洗呢, 就这里下面呢 下面这里有一个角, 其实是免费 每日有三次自动洗的 那你洗到这个 S级或者R级, 才摘 对了, 先摘 摘完之后, 你可以什么都不做 那它呢, 通常你 R级, R级, S级 那些, 我记得是三四个小时 就自动完成 对了, 如果你免费饭 或者你之后要上班的 我建议你 摘一些, 摘了这些每日任务先 然后可以去一去 免费, 免费抽这个 那通常我就会是 免费抽一抽, 我未抽 通常这个是算24小时 是24小时再抽多一次 那通常我如果 你知道我每天在厕所做的东西 就是抽一抽这个 对了, 真衣那边又抽一抽 对了, 通常这个是 那抽一抽, 通常呢 就是每日任务再摘一摘 就是这么简单的, 这个是一个小小的技巧 那推荐给大家玩 那我们下条片再见, Bye Bye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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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